好 其实现在整个家族的经营大权 都是在老三身上 因为他的股份最多嘛 也就是现任的董事长阮仲周 当时他买下二哥还有侄女的股份之后 整个白色巨塔的风暴就跟着浮上台面 而知情人士就私下透露 阮仲和医院的阮氏家族之争 其实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 这背后有相当庞大的土地利益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地点在哪里 他们说这个地方就是亚洲新湾区 土地的利益是相当庞大的 而且他们的占地实在是太广了 他们的占地有1612坪 如果用合理价来说 单坪就高达210万元 所以整块地的价值就将近34亿 2019年8月太太被人殴打之后 阮仲和医院前副院长阮仲拯 召开记者会控诉 幕后黑手就是自己的三哥 也就是现任董座卵仲周 卵仲和医院经营权之争 也因此浮上台面 卵仲和医院前身为卵内儿科诊所 在1964年时由卵巢银创办 卵巢银在1984年过世之后 就由四个儿子分别是老大卵仲坑 老二卵仲银 老三卵仲周 以及老四卵仲 各持有医院25%的股份 由老二担任院长 老大跟老四担任副院长 老三则为董事长 而在老二卵仲银 2006年过世之后 老三卵仲周 买下了二哥以及子女的5%股份 聘用了一名理性特徒之后 白色巨塔内的风暴就爆发了 根据知情人士透露 卵仲和医院董事长卵仲周 在聘用理性特徒之后 就开始独揽大权 并且把其他兄弟家族成员 一一的从经营团队中解职 为的就是卵仲和医院所在的土地 卵仲和医院位在高雄临雅区 四围四路与成功路上 也就在亚洲新湾区发展核心内 距离三多商圈不远 而院区总面积高达 一千六百一十二坪 整个土地价值相当可观 是高雄现今发展 最慎望的一个区域 那这块土地如果换算成单品 大概上看两百万以上 那总金额就达三十三亿多 除了庞大的土地价值 卵仲和目前旗下的 卵仲和社团法人 丰仲控股公司 以及卵健康事业公司 三大事业体的相关利益 让兄弟细强 而这一场家族争产风暴 恐怕还会继续下去 华氏新闻 邱几平陈信仁 高雄报道 嗨 大家好 我是影桐 想要来抢先掌握 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氏新闻的 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